大家好 我是欧阳娜娜 今天大家呢 都吐槽了两个我特别经典的角色 赵蒂儿和陆小葵 那你们放心 今天我谁也不演 就演我自己 可是呢 还没说完 也有可能演杂 张玉玲哥说的没错 他说 我确实是四岁上的康熙 所以在这十几年后 我看到玉玲哥上了四十多次的康熙 那我就非常感慨 哎呀 真是厚生可畏啊 大家对玉玲哥的印象呢 就是康熙来了 到现在他还到处聊康熙 大家都以为康熙这节目还在 想跟你说一句话 玉玲哥 你清醒一点 康熙已经走十 两年了 OK 很多人说方文章老师的词特别优美 但呢 跟他这么接地气的长相比起来 好像没有那么搭 大家是不是都以为写词写的好的 应该长成一心哥这样 怎么可能 不是你问一心哥 他写词写的好吗 你们你们问你们问 我不敢问 开玩笑 真的开玩笑 那也是玉玲哥给我的词啊 文章老师填词的歌我听过很多 其中有一首我非常感慨 歌名叫 比较大的大提琴 我循环了好久 真的是 越听越想哭 这歌真的 跟大提琴一点关系都没有 文章老师 但是 你们这首歌用我语文老师的话说就是 你跑题啦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跑题 是比较大的大跑题 有人说文章老师的歌词呢 就是词早堆砌 有的中学生写的都比他好 我觉得吧 有可能就是中学生写的 你想象一下 一般同学从补习班出来 被埋伏已久的方文章老师拦住 诶 站住 把作文本交出来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然后呢 最美是什么呀 赶紧回去写 加油 欧阳静老师 他不只唱过歌还演过戏 他背台词呢 肯定特别用功 不然万一忘词了 就开始free style 说着说着就开始押韵了 那就会是这样的 爸 你清醒一点 妈已经走了十年 你们都看过这段表演 我确实很丢脸 爱和平衡 爱和平衡 最后啊 是一星哥 这段词是蛋哥给我写的啊 一星真的在XO出道 虽然写作EXO 但是读作EXO 因为E不发音 后来我又听说 那一星哥的名号是 国内唱跳第一人 我一下就明白了 可能这个第一也不发音 开玩笑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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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开玩笑 开玩笑真的 那个开玩笑啊 刚刚看了那些现场演出 真的炸裂 第一 鼓掌鼓掌鼓点掌 一星哥真的非常努力 他为了制作专辑 他十天没有睡觉 那那个访问我就在场啊 十天没有睡觉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为什么 这个专辑就叫Namnana 原因呢就是 公司同志问一星哥说 一星哥我们那专辑名字叫什么呀 一星哥就 Nam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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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 有什么含义 能有什么含义 十天没睡觉困的呗 一星哥拍戏的时候啊 合作的演员余和威老师 跟酒店投诉 说隔壁有噪音骚扰 后来发现是一星哥 大晚上还在认真做音乐 他说过 要专注把华语音乐 推广到全世界 但想也没想到是 挨一架挨虎推广 大半夜敲门 花音乐 了解一下 对方说 了解是不了解 你自己都不了解 一星哥无论是拍戏还是音乐 都非常敬业 在一出好戏里面呢 为了演好角色 硬着头皮吃声语 导演还问呢 怎么 咽不下去啊 一星哥说 以前生吃过草 没生吃过鱼 导演说 哦 去 给一星换点草鱼 刚刚呢 有人说我喜欢炒CP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只要我跟男艺人有互动 大家就会觉得我在炒CP 后来弄得我都不敢跟任何人同框了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 我只能一个人拍Vlog了吧 其实现在呢我感觉我自己变了 就感觉越来越孤僻 我怀念我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唉 老了 成年了 还有一个热搜说 哪个女孩不想活成欧阳娜娜 这个观点我是否认 我是不认同的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女孩 都应该活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男孩也一样 最后我要说我会继续加油 成为我心中最好的欧阳娜娜娜 欧阳娜娜 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